最近有一部非常火爆的电影上映了 就是阿凡达2 水之道 我上网查了一下 现在各个影院都在卖票 这个是一部3D的电影 那这部电影能那么火爆的原因 也是因为在2009年上映的第一部阿凡达的作品 广受好评 这个电影讲的是人类与潘朵拉星球纳美族人的故事 那今天关于电影的内容 我不会和大家做展开描述 因为我根本就没看 而且我也并不打算去看 我是因为看到了报道 觉得在这个电影中有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 众所周知 这个艺术创作者都会透过他们的作品 来传递很多价值观 或许是他们自己创作者本身就拥有的想法 他想要借着这个作品传扬出去 或许也是会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 所以他们放进去一些时下流行的意识形态 那么大导演詹姆斯·卡梅伦呢 在这一次的影片中 他说为了赋予女性更多的权力 彰显女性的力量 所以呢他这一次在影片中就特别设计了一个桥段 让怀孕六个月的孕妇上战场打仗 成为一名孕妇战士 那他在最近接受的一次采访中就说到呢 说这部电影充分的赋予了女性权利 并且他在里面还解释了说 为什么让角色在电影中怀孕打仗很重要 我真的觉得别仅仅仅仅仅仅仅专门 那我有在与其中间关系的主寅 你也有一个人的角色 什么角色呢 如果在赋争择 那么追逐一端 因为它锻 cit你 就是这样的主导 在人们 大家一定是一直在客 embarrass 她的变化 但与其中间 什么人所想的空间 那我们小女生不是家像是小女生 不知道我们的门 我们经历得 experience战 这种情况 和我们的对方 是做得出的 因为我们的产生 。�정이 thought well if you're really going to go all the way down the rabbit hole of female empowerment let's have a female warrior who's six months pregnant in battle now it doesn't happen in our society probably hasn't happened for hundreds of years but i guarantee you back in the day women had to fight for survival and protect their children and so on and it didn't matter if they were pregnant and pregnant women are a lot more capable and capable of being a lot more athletic than we as a culture really kind of acknowledge and my wife suzy you know she she treated pregnancy like a athletic event that she prepared for over over and over you know and and we practiced the bradley method together so i got to see you know this kind of amazing icon of of the the pregnant uber mom you know in real life so i thought i want to tell that story you know let's take the let's take the real boundaries off to me it was the last bastion that you don't see you know wonder woman and all the captain marvel all these other amazing women they come up but they're not moms and they're not pregnant while they're having to fight evil其實我能够明白他在想什么就是他 认为啊怀孕的女性是非常伟大的所以呢就呃创造一个角色然后有这样一个 桥段让一个怀孕六个月的女性上战场上去打仗从而呢来凸显出说女人 并不比男人差女人也是很坚强也是很强壮也是很勇敢的那么这种思想呢我不得不说 这是非常非常肤浅啊那这种非常肤浅的想法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表明女人是坚强的或者等等等等类似的想法 其实在电影行列里面是非常常见的对就是这些非常有名的大导演他们也会肤浅而且在电影行业里面普遍的都是会追捧这种非常肤浅的想法 因为这样对他们来讲啊很直接就是他没有深入思考的东西就是一个怀孕的女性上战场这样就与勇敢画上等号了 但是在这个里面传递出来的价值观我是完全完全不同意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太多人会去迎合这个女权主义 包括这一次我们看到电影里面这个导演也是这样哈而且他们用的词就会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反感 他们用的词都是什么empower woman就是赋予女性权利就好像他们不这么做女性就没有权利一样 而且让怀孕的女人去打仗这真的是尊重女性的表现吗 这真的是赋予女性权利的表现吗 我们很多观众都是做妈妈的人了 那做过妈妈应该就会记得当时怀孕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吧 我虽然没怀过孕但是我也见过别人怀孕了 就一个孕妇走路都得小小心心的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你才能逼着她抱着自杀的心态去战场上打仗呢 而且这种行为怎么能够体现出女性的力量 换句话说就是如果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发生这样的情况 难道体现出来的不是男性的软弱吗 反而会体现出女性的力量吗 那么詹姆斯·卡梅伦呢他作为一个电影创作者 他是非常明白电影能够给人带来的心理影响 在电影里面不管是镜头的角度灯光以及各个镜头的这样的衔接 都是通过心理暗示的方式 包括像音乐的配合 都是通过心理暗示的方式能够让观众体会到那一种感觉那一种感受 让你不需要用嘴巴说出来的情况下就可以让观影的人感觉到那种氛围 受到的是心理的影响 那卡梅伦他对这些实在是太懂了 因为他一生在做的这些东西都是在玩一个心理暗示的这样一个职业 所以呢他明明可以从各种方面来体现出女性的强大 我们在身边看到很多女性都是非常强大的 不管我们看到是很多牧师的师母也好 或者是我们就是身边最平凡的妈妈 或者是每一位为生活努力拼搏的女性 其实他们都有自己强大的一面 但是他却选择用一个动态捕捉的虚假人物 假装怀孕六个月的女人真的有能力可以去打仗 而且还和体型健硕的男人一样灵活 这样的想象呢是来自左派的幻想世界 在左派的幻想世界里面呢平权的意义就是男人化妆穿高跟鞋 女人怀孕上战场打仗 男人和女人的职责以及定义被左派完全混乱 很多女权人士谴责圣经 他们非常讨厌圣经的理由 就是说圣经对待男人跟女人非常不公平 女性的地位很低等等等等 但是其实呢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圣经之外 是没有其他的任何一本书对于男人和女人的职责 以及特性有如此详细的描述 从创造之初呢 神就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了男人和女人 并且圣经中清楚的告诉我们说 男人和女人是完全平等的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在这里面说 说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格林多前书 我愿意你们个人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神是基督的头 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 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 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 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 然而照主的安排 女也不是无男 男也不是无女 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 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 但万有都是出乎神 这里告诉我们 在上帝的眼中 我们本来就是平等的 只不过我们的特点不同 作用不同 那作用不同呢 并不代表我们不被重视 更不代表女人的能力不如男人 只是代表我们不一样 在神的里面 不分种族 不分性别 我们都是完全平等的 按照神的样式 创造的荣耀的儿女的形象和位分 所以性别平等这个东西 并不能够通过这些电影 传递出来的思想 就会让人平等 他们传递出来的思想 只会使女人变成懦夫 如果一个女人一旦接受了 男人跟女人是不平等的 这样思想的设定 那么就是接受了受害者的身份 这样的身份 不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当我们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说 哈 原来是因为男女不平等 而我们不会去真正的找 自身存在的问题 我们就不会越来越好 而是会越来越差 那真正平等的来源呢 是看到神眼中的自己 是找到属于自己的身份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明白 我们属天的身份 以及神对我们美好的心意 如果我们真的按照 神创造女人的心意去做 真的学习真言三十一里面 那一位才德的妇人的时候 我们产生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女性传递出来的力量是巨大的 那个时候我们不再需要任何人 去做电影 说一个身怀六甲的女人上战场 是女性力量的彰显 那个时候我们所到之处 会彰显神的荣耀 而且我们会成为真正有力量的女人